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孔皮道 今天是2019年5月19號 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示範擦枝擺香果 擺香果可以透過擦枝的方式擦火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來擦擦看 之前我們曾經介紹過滿天新的擺香果 那個連結我們放在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擦枝 剛剛我剪下了一段枝條 這個枝條不是很理想 我原本想要找枝條跟葉子中間 準備要抽一點點小葉子的這種分側芽的枝條來用 但是我剛剛整個這樣看過去幾乎都已經準備要開花了 因為它開花了幾乎就沒有什麼分側芽出來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就只好將就一點 拿這種來擦擦看擦給大家看看 首先呢我們使用這個剛剛取下的一個深的墓穴 那我們不要盡量挑乾淨的戒指 你不要使用 因為有些培養圖喔 市面上有些培養圖它不乾淨 那你如果用的話有可能會很容易失敗 你使用的戒指呢盡量的建議呢 就是盡可能就是完全乾淨喔 沒有任何的 任何東西殘留的一個東西會比較好 沒有添加任何物品的戒指會比較好 那我之前呢 那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說先灑點水 讓這個裡頭呢給它有點濕度 因為其實這個剛放下去裡面木屑都是乾乾的 你看它水一下就馬上流出來了 其實這裡頭還是裡頭的木屑呢都還是很乾 非常的乾 那我們是先把上面的這木屑呢 讓它維持一個濕度 那預計呢擦汁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放到保溫箱 然後試試看 好我們拿汁條過來 我之前呢有試著擦汁過 當時呢選用的這邊的汁條呢幾乎都失敗 那我唯一成功的呢 就是這個這一段的汁條 來剪下去 剪到這好了 那我們呢不要太多葉子這樣就夠了 我們選擇這樣子 當時呢我唯一擦成功的 這個幾個月前我試著擦過啦 這樣擦成功的就是這一支 這支點牙 點牙有成功 那其他的側牙呢就失敗率就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也來試著 我們也剪幾支來擦擦看 這樣擦 擦個幾支試看看 這樣子 那我們 因為我們放在保溫箱嘛 保溫箱裡頭可以保濕 所以呢可以帶葉子擦 帶葉子擦的好處呢可以增加它 加速它長葉子 會不會長根 那我們現在呢把它拿到保溫箱 那我們呢 再把保溫箱打開來放進去就可以了 這保溫箱被我放了很多 很多東西 很有趣 非常的有趣 稍微移一下 這個葉子會擋住 真是有趣 哎呀呀我的草莓我的草莓 剛剛早上種草莓 試試看 這樣擦能不能擦得活 因為我試過擦其他植物 這種方式呢 其他植物沒有問題啦 那百香果呢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擦 那我們試試看 我們把它蓋回去 這裡頭的水份呢 控制呢 目前我這樣看下去呢 已經沒有水了 我們順便呢 我們拿個水 來加一下 各位如果發現這底下的這個盤子呢 已經乾燥了 沒有什麼水的時候呢 就像這個倒一罐 或倒半罐 因為它現在 天氣比較熱 乾的很快 所以呢 我們就倒差不多這麼大罐 就OK了 那大概可以維持個兩三天 有時候呢 要看情況啦 反正你只要底下乾了 你只要看下去了 水盤是乾的 你就可以 就加下去 也不用加太多 因為加太多 會太濕 那我們呢 一定要用強力夾 把它夾住 因為你不夾住 這風一吹 可能就被 大一點就被吹走了 要夾住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未來呢 這個百香果如果擦枝有成功呢 我們再拍影片 給大家看看 感謝收看 再會